都市人很多時候都因為不良的姿勢 所以會形成痛症 所以我建議應該要做一些伸展運動 去放鬆一些繃緊的肌肉 然後又做一些強化運動 去練習一些有力的肌肉 所以我現在準備了幾組的運動 可以讓大家可以在家和辦公室 都可以自己做到 然後從而可以舒緩一下痛症 腰的位置會容易有繃緊的問題 所以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們建議做一個動作 就是可以做一個伸展 拉鬆頸的肌肉 首先我們早上起床 就先平和在床上 然後我們兩邊膝蓋曲起來 然後再把自己一邊手 把膝蓋拉開 等這個位置就現在做伸展 拉鬆開腰的位置 一般我們伸展的運動 就定住10秒 然後定完10秒之後 我們拉完一邊 就要做另一邊 可以拉鬆開另一邊 就像這樣 慢慢的動作 拉到另一邊 然後繼續中間的動作 我們不要快 最主要可以拉鬆腰旁的肌肉 第二個想介紹的動作 就是一個伸展腰部的肌肉的動作 動作在瑜伽裏面 然後我們兩邊膝蓋向前伸 然後就撲身拉下去 拉到尾 會感覺到後面背部這個位置 有一個伸展 肌肉拉著的感覺 如果我們想針對一邊腰部的肌肉 就可以把兩邊手拉到一邊位置 慢慢定住10秒 拉完這邊 我們可以拉到另一邊 把手拉到另一邊的位置 又是定住10秒 這個動作 如果膝蓋太大負荷 摺得太近會比較辛苦的話 我們建議可以加上兩個枕頭 在自己的空前頸 放在大腿前面 打開一點大腿 有一個承托之後 膝蓋就沒有那麼大負荷了 除了腰部的肌肉容易繃緊 頸部的肌肉也很容易繃緊 所以早上我建議大家 第三個動作 就是拉鬆一下我們的肩提甲肌 肩提甲肌 就是在我們這個三角形的肩甲骨 角位上 連上第三至第六節的頸椎 就像我現在手這個位置 很容易 因為平時容易寒背的問題 就會收縮拉緊 導致很多頸痛的問題 都是因為這個肌肉 所以我現在教這個伸展運動 就是想拉開它 第一件事 我們首先把頸頸轉向對面 然後向下看 用自己的手 把頭向下一點壓下去 而同時我們另一隻手 就向上低 低到尾 在這個位置 就應該會感受到 這個位置的肩提甲肌 有些拉著 伸展運動 我們一般都是定住十秒鐘 但是我這次可以欺負你的肩膜 可以走向下